8月31日,据媒体报道,凤飞飞儿子赵文林罕见晒出全家福悼念妈妈,她还自曝小时候总被妈妈追着打。 凤飞飞从小热爱唱歌跳舞,长大后参加选秀比赛,并顺利拿下冠军,随后以歌手身份出道。 那些年凭借着出色的唱功以及强劲的舞台表现力,先后唱火了《追梦人》、《我是一片云》等多首金曲,实力备受认可。 因为她很爱戴各式各样的帽子,所以有帽子割后支撑。遗憾的是,她很早就去世了。 2011年,她证实罹患癌症,四年不敌病魔去世,终年58岁。 趁着凤飞飞去世十年之际,家人为她推出了传记式新书《掌声响起》,凤飞飞。 这本书虽然上周才开放预售,却已经登上了预购榜冠军,可见粉丝们对她的思念之情。 对于妈妈的新书夺冠,凤飞飞读生子赵文林表示很惊喜,也让她再一次感受到妈妈的力量。 赵文林分享了多张家庭照悼念妈妈,其中一张是全家福,相当珍贵。 只见凤飞飞怀抱着儿子,当时刚当妈妈的她,笑容满脸,难言喜悦之情。 刚出生的赵文林,头发已经很浓密,五官既像爸爸,也像妈妈,可爱极了。 她的手被爸爸轻轻抚摸着,一家三口同框,画面很是温馨有爱。 赵文林还聊起了妈妈凤飞飞生前点滴,她说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在妈妈手里一定能迎刃而解。 相较之下,她显然没有妈妈的毅力,连效仿也达不到。 不过,从小妈妈给予她的教育,让她每次遇到困难和障碍时,都能拿出面对的勇气。 她笑言别人都是严父慈母,自己则是严父严母,小时候经常被妈妈追着打。 她还提到,当初父母送她去英国留学,结果把她丢下后,夫妻俩就跑到其他地方完了。 从赵文林的言谈中,看得出来她很尊敬妈妈,难怪年初拒绝外界成立凤飞飞纪念馆。 一月份的时候,凤飞飞家乡为了纪念她,成立了凤飞飞故事馆。 开馆没多久,就吸引了一大批歌迷前来参观。 赵文林得稀后,相当不满,她在社交网上发文怒斥主办方。 她强调,妈妈生前曾交代,不要建立任何形式的纪念馆,希望大家不要打着爱凤飞飞的名义,做着违背妈妈遗愿的行为。 最后,她说要保留追究的权利。 2012年1月3日,这个创作无数经典歌曲的宝岛天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名字叫凤飞飞。 60年代出生的她在当时被堪称是最能够媲美邓丽君的人。 在去世的前几个月,她还兴高采烈地准备着演唱会,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演唱的曲目,每天还会去健身馆健身,以保持最好的状态和歌迷们见面。 和往常一样,准备健身运动的她突然感觉喉咙十分不适。 她觉得兴许是练歌练太久,口渴了的原因并不以为然,几个小时过后她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作为一个歌手,最重要的就是嗓子,演唱会在即,等待她的是成千上万的听众,这时候她的嗓子更是不能出一点问题。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便立刻赶往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给了她当头一棒。 医生诊断她是由于肺癌引起的声带异样,事情已然如此,难过之余她也不得不宣布取消演唱会。 为了表达对粉丝的重视和歉意,她特地录制了一段音频声称自己长期的操劳和过度使用自己的喉咙,导致声音一直无法恢复。 为了不让粉丝们担心,她没有告诉外界自己的真实情况,粉丝们虽然十分失望,但也表示理解和关心。 2012年,年初的时候,已经逐渐恶化,最终她还是没能撑过春节。 当外界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过了足足一个月。 迷流之际,她的心里还惦记着她的歌迷,嘱咐她的家人不要立刻公布她的死讯。 她不想自己过世的消息影响了她们过节的心情,还给歌迷们许下了一段来世的诺言希望没来得及唱的能在下半辈子唱给她们听,令人为之动容。 事事后,独子赵林一人扛下了母亲的身后是悄悄地举行了葬礼。 一个多月过后,她的法律顾问江燕伟才召开了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情况告知死亡消息,这让许多歌迷们猝不及防。 原本期待着她好转重新举办演唱会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 消息公开后,对于凤飞飞临终前孤独无人陪伴的报道铺天盖地地袭来。 除了律师发表的凤飞飞生前的录音表达对各界的感谢, 她的儿子也公开发声对外界的不实言论一一辟谣。 恳请停止对其母亲临终前的恶意揣测。 据江燕伟律师在发布会上表示赵霖专程到台湾为母亲寻找墓地,将她安葬在生前最喜欢的地方,让她在故乡桃源大西佛光山的宝塔寺长眠。 按照凤飞飞生前的意愿除了至亲好友以外娱乐圈的人全都没有告知,因此她的告别仪式仅十多人参加十分低调。 粉丝得知消息后才纷纷前往墓地献花缅怀她,愿她一路走好。 由于成名较早许多人都不认识凤飞飞,但其实她的很多歌曲都广为流传,她原名叫林秋兰,她还亲自解释到因为曾在电视剧《燕霜飞》中扮演一名女侠,自己的名字就是由剧名转换而来。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希望把她培养成大家闺秀,却不想她到处和男孩子打架赛跑甲小子十足。 小时候总喜欢和哥哥一起比赛在水中,憋还引发了耳膜发炎,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凤飞飞在十四岁的时候便接受完自身歌手落名的指导,之后参加电台比赛夺得冠军, 怀揣着梦想前往台北。 她在酒吧铸唱时经常受到骚扰和谩骂,经过了几年磨练后很快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又参演《燕霜飞》自己演唱的主题曲,收获了不少观众员。 她也开始到处跑场表演,当时还未成名的她为了能够吸引观众博得观众喜爱, 每次登台之前都要精心打扮一番, 一次参加表演时间太赶来不及,做头发情急之下, 她便随手拿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登场。 没想到竟然因此收获了不少掌声, 小时候母亲经常用剩余的布料给她做帽子, 她对帽子有着特殊的情感。 长大后也总是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帽子, 这次舞台的反响让她更加重爱帽子, 以后登台表演前都会认真地搭配一顶帽子。 终于在音乐方面有了一点成绩后, 凤飞飞又再次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左耳被诊断为耳膜溃烂, 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她说虽然有所担心, 但她绝对不会失望。 通过努力地克服, 久而久之, 她就习惯了左耳没有声音, 继续她的音乐梦想。 以一首《我是一片云一战成名》, 各种奖项分至她来, 也不断有导演找上门来。 四年的时间, 她就主演了六部电影, 出场必戴帽子, 也成为了她身上一个特有的标签, 爆火后便有了《帽子天后》的称号, 宏极一时的她总是被人拿来 与邓丽君做比较。 两人虽然音乐风格不同, 但都早年成名, 当时不少人觉得凤飞飞的地位 要远远高于邓丽君, 所以她还有一个宝岛天后的称号。 她在台湾的地位无人能及,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还有人说她是一部台湾本土歌谣, 的进化时, 外界对她的评价极高。 低调洒脱的性格, 也让在娱乐圈收获了许多好友, 在圈内好友的口中, 也是被各种夸赞, 然而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凤飞飞, 却早早地就以为人妻。 作为家中的独女幼生的一张清纯动人的脸蛋, 家中对她的管控也十分严格,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她的母亲可以说与她形影不离, 每当发现她有一点点恋爱的苗头, 就立马将她扼杀在摇篮中, 担心恋爱会阻碍她的演艺事业, 导致她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 她的身边虽然不乏追求者, 但都要经过母亲的严格把关, 这让许多人对她望而却步。 据她曾经和唱片公司制作人王再庆有过一段婚约, 并且维持了四年, 不过两人因为理念不同最终解除了婚约。 之后就不再有关于凤飞飞恋情的消息, 她的事业也一直稳步上升, 除了歌手这个身份以外她还是台湾知名的主持人兼演员, 她自己本身便十分优秀, 凤妈还是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成龙快婿能托付一生。 凤飞飞27岁的时候, 丈夫赵红奇的出现, 让凤妈第一次在对女儿的恋情上栽了个跟头。 她与丈夫赵红奇相识于一场聚会中, 其实生活中的凤飞飞不喜欢参加这种公仇交错的社交聚会, 只不过碍于好友凌峰的盛情邀请她实在不好拒绝, 才勉为其难地答应赴约。 正是在这场聚会中她认识了赵红奇, 而对她一见钟情的赵红奇很快开始了穷追猛打, 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要过凤妈这关, 离过婚还有孩子的赵红奇自然入不了凤妈的眼, 但她三天两头的出现让凤妈头痛。 凤妈要求她能拿出两千万就同意她俩在一起, 虽然知道对方出身豪门, 但两千万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 凤妈笃定了她不可能拿得出来。 不曾料到第二天赵红奇便将两千万打到了凤妈的账户, 让她再没理由阻拦, 没有所谓的豪门生活不易。 两人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 丈夫对她的事业也非常支持。 但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 凤妃妃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淡出娱乐圈, 便专心在家中相夫教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